傅长明的长明集团起家的本钱都是林满江和青州中处帮他搞来的 由靖东、黄志忠、严尼等主演的突围正在火热更新中 不得不承认林满江非常聪明有能力 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路爬到青州集团一把手的位置 可是走着走着就成了权力的奴隶 完全与初心被盗而驰了 旷宫新村的三二八事故 炸出了青州中处的丑陋一面 也炸出了林满江的真面目 齐本安追溯林满江和傅长明的商业往来 发现这俩人颇有渊源 而且关系匪浅 傅长明是林满江选中的合伙人 在林满江的一系列操作下 中复集团帮助傅长明正到第一桶金 之后一路起飞 进军房产业、保险业 打造了长明资本帝国 青州能源47亿买的两个烂山头 就是长明旗下的资产 俩人从中赚取了30个亿 侵吞的都是人民的财产 若不是齐本安坚持原则一查到底 估计没人知道长明真正的老板是林满江 林满江患上古埃后 更加肆无忌惮敛脸财 事发后被检查机关逮捕 他保持沉默之想等死 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师傅 把他葬在矿工陵墓 他父母的墓地旁 事发前林满江把林小伟托付给傅长明 林小伟最终成为长明集团继承人 这样的结局 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